就是用CHARGB輔助 那這個課程其實在十幾年前開過 也是在勞工大學 最早也是在勞工大學開 那因為最早 大家對於Excel的使用其實很有需求 可是一般是侷限在函數上面 那至於怎麼樣跳到VBA的使用上面 那個年代其實大家有需求 可是沒有辦法有人去 去提出一個比較具體有系統的方向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了這個課 那一開的話開到現在 我剛剛教這個課我已經教了十幾年了 這門課真的很長壽 其他課可能都已經 像之前是教Java Java現在也沒人學了 後來好像開比較多像手機的APP設計 不過現在手機的APP設計 也可以用CHARGB產生 但是好像學的也慢慢又少了 然後後來慢慢改成用Python Python現在也蠻多人學的 可是我是覺得兩者是伯仲之間 那哪個方便 我是覺得這個相對的 還是比較友善跟方便 那Python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全部都要寫程式 你沒有辦法像Excel 你用點的滑鼠 有沒有鍵盤按一按就有結果 但是Python不行 全部通通要寫程式 OK 那你說Excel可不可以寫程式 是可以啊 VBA可以 OK 所以它可以簡單 也可以複雜 但它缺點是說 它有些資源還是比較少 網路上查到還是Python居多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課程的話 基本上我把它分 大概幾個方向 因為Excel裡面的函數 分成五大類 文字與資料 邏輯 日期 時間 數學 跟三角 或者統計類函數 那檢視就是跟查詢有關的 那因為我們只有九週 所以我會挑比較重要的 像文字與資料 像數學跟統計 還有就是查資料 大概會把比較重要的 範例先提出來講 然後主要主軸還是 就是藉由問題的解決過程來學習 如何使用ChargeP 得到我們要的答案 那答案可能有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產生公式 一個是產生VBA程式 那你當然什麼地方用 簡單的我想用函數OK 但是太複雜的 我剛剛講過 實在是沒辦法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大概方向我剛剛有提過 反正就是有個方向 因為我看到很多 最早十幾年前學的同學 學跟沒學差別就是真的 工作不用加班 而且比較愜意 甚至有時候會直接跟我講 老師好方便 我一個按鍵按下去 所有事情都解決 一個早上的事情就搞定了 那我問他說 那你不是一個 一個早上那你剩下的時間幹嘛 早上就說裝忙 OK 不然呢 不然他還有時間 可能就是自己在練功 讓自己的功力大大提升 然後他後來隔一段時間說 你功力應該大概 對老師我現在很困擾 我說困擾什麼 老師我應該要選擇 讓老闆加薪呢 還是我要離開跳槽 OK 他就很困擾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可以選擇了 因為他覺得 老闆覺得你能力太好了 我幫你加一點薪水 可是他覺得老闆加的薪水太少 對啊 你加個那一點點錢 還不夠 所以 當然如果有更好的方向 可以 可以選擇跳槽 另外一個學生 直接跟我講說 因為他在美商 他外商公司 美鍋好像比較肯給 他說老師 我們老闆給我加薪 加多少 就是double OK 對 他就很開心 跑來跟我講 那當然我滿替他開心 可是我看他好像真的 也比較累 可是我覺得你累又可以得到報酬 當然累得很開心 對 他的累的過程還有笑容 可是有的累的過程是沒有笑容的 所以我真的血汗 對不對 所以最好當然就是說 因為你有籌碼 所以你可以選擇 不然的話你就是被選擇 OK 所以我一直覺得 你如果不再更新你腦袋的知識 你就會被選擇 OK 所以我一直 一直有這種危機意識 你看我教這麼久了 但是你說AI出來多久 那我馬上就可以touch到 而且我馬上可以把課程開出來 而且我不是只有剛 這個課程不是第一個 前面其實已經實驗很久了 OK 那為什麼 因為我要知道這個東西是好東西 我才有辦法開課 如果這是很差的東西 那我開這個課 岂不是害了大家 你說老師 我學的東西一點用都沒有 完全用不到 你跟我講這麼多 能不能浪費我的時間 對不對 誤人子弟 對不對 OK 所以應該不會有 那我會把我的經驗 我應該經驗算豐富 OK 盡量把最重要的部分跟大家講 因為時間很寶貴 當然你們的時間很寶貴 你在禮拜六的時間要跑來上課 其實也蠻不容易的 然後 所以我們主軸就是 第一個 一定要熟悉Besail函數的使用 當然最重要還是理解 你不要死倍 所以你要會用函數 OK 但是如果說有些內建函數沒辦法辦到 那你可能需要用到VBA去寫出你需要的函數 那個叫智力函數 所以在VBA裡面 它其實可以分兩種 一種的話 叫做Function 其實就是補足 Exail內建函數的不足 比如常常說 如果有個功能我想要 但有沒有 沒有 那沒有怎麼辦 好 你可以用VBA自己寫 那如果你說 那我不會寫怎麼辦 Trust GPT OK 以前的話 我幫你寫 沒辦法 我幫你寫 你要付我錢 OK 或者你找外面寫 我幫你介紹 以前真的要付錢 對 合理嘛 對 這個是Service 不然的話 我總不可能 不然我說 那個我雲端上有 你call一下改一下 那是免費的 OK 可是總不可能所有東西我都幫你寫 OK 那另外有一種叫做Sub 那Sub呢 其實你可以想像成就是按 按下去 全部完成 就是一鍵完成什麼事情 有沒有 一鍵完成所有報表 一鍵自動繪圖 一鍵自動抓網路資料 一鍵自動統計分析結果 自動給你一個報表 你可不可以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VBA是可以把所有東西串在一起 可以做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複雜 OK 那像我們早上課還是比較簡單 不用講到下午的課比較難 下午的課跟爬蟲有關 就是利用ChartUD幫你寫出爬蟲的程式 for VBA的 OK 可不可以 其實還不算簡單 但是如果你會知道一點程式的基礎 也不算困難 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商業模式 所謂的商業模式就是你做出這東西是有價值的 就是別人要的話 你是有一個費用問題的 因為這是一個專業 OK 所以我是覺得 AI未來能不能創造很多商業模式 絕對可以 有沒有 就像網際網路新奇那時候 所有 像現在你看到的所有的模式都原來是不存在的 像電子商務是後來因為有網路才有 像手機也是因為有網路才有智慧型手機 智慧型手機其實是PDA加上行動網路 所以賈伯斯他其實只是說順水推舟 做一個東西出來 那AI的話 你也可以去想 也會不會未來有一個什麼商業模式 有啦 我剛剛講很多啦 其實AROT就是一些應用 那還有一些軟體 這個你們可以去思考 這個都是可以幫助大家未來 可以發大財的一個方向 OK 因為這個東西 除了說你自己工作可以用上 如果你將來自己要創業的話 也是一個方向 那其他的話 就是如果有些程式不會寫 在Excel裡面呢 他也提供所謂入字聚集 那這個入字聚集是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說 你可以把滑鼠跟鍵盤的動作做一遍 他會自己把對應的程式幫你寫出來 應該算是紀錄下來轉換而已 就是把動作變成程式 OK 那你只要看得懂你可以編修 這些我想也是 產生程式的方法 不過看起來好像還是沒有challi-vd厲害 這個方法已經很方便了 但是這個方法應該更厲害 所以後續的話呢 可以透過challi-vd幫你生成公式 然後可以幫你寫程式 甚至可以幫你爬蟲 爬網路資料 你就不用C-C-C-V 每天在那邊C-C-V 比例在做重複動作 然後另外的話呢 可能再可以結合書 你的分析表 自己幫你做一些報表 然後可以幫你畫圖 然後未來可以結合Python 可以結合GS 我剛剛提到的 那你延伸性就非常大 所以如果你這些都會的話 那真的應該對於你工作效率提升 應該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另外的話呢 我簡介一下我自己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找我 你Google吳老師 應該可以 或者你在比較縮小範圍好了 你可以打那個吳老師教學 這個關鍵字有沒有 我剛剛也試了一下 我沒有登錄狀態 我是搜尋第一個就是我的部落格 第二個就是我的我的YouTube頻道 目前這個頻道應該 訂閱人數有破4萬 4萬不多啦 不過其實對於這種教學類的應該